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mikelyn 欢迎来到康氏百科的健身视频系列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如何锻炼肩部三角肌后竖的方法 大家知道三角肌分前竖 后竖 中竖 后竖 后竖要锻炼其实方法很简单 我们拿一些重物没有哑铃的话 可以拿一瓶矿泉水代替 特别是对于女生的来说 如果动作做到位的话其实也有蛮不错的锻炼效果 这里呢 站立的姿势非常重要 要收腹 挺胸 然后呢 从髋关节这边弯曲 同时呢 膝关节也弯曲 造成一个俯身这样一个姿势 同时大家注意看 我的腰背呢 其实是一直挺直的 而不是这样一种俯身 这样就容易走在水上 收腹 挺胸 然后慢慢慢慢弯曲 同时呢 膝关节也弯曲 这样一种稳定的姿势 然后手里拿两瓶矿泉水 上来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下去的时候慢一点 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动作要点 首先就是姿态一定要正 收腹挺胸 腰背挺直 不要弓背 就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防止损伤 第二点呢 就是说 矿泉水呢 不要往后 这样甩重量 OK 其实呢 矿泉水的位置呢 是往前方 侧前方 第三点呢 不要甩重量 上去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 下的手慢一点 不等到完全放松 又开始下一个动作 你心里别这样的手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掌握了这些要点的话 在家里用一些简单的器械 比如零矿泉水 也可以锻炼三脚肌后面的后素 这个呢 特别适用于一些初学者 或者是女生 OK 可以在家里试试看 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